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聖子曰:「聖宗追遠,名得歸後。聖宗,終止得喪矣而言,使者去不復返,亦去亦遠。若宗使之力有所不盡,將不可追回。 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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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閣 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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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之禮 盡心盡力 敬心盡力 真正會追悔 《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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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歷史》 追緣,緣子這個基底而言。 詩者,屈我日緣,能實施追思寶。 詩者,屈我日緣,能實施追思寶。 對於實者,實施僅有情意,更無報酬,乃意見其情意之深厚。 對於乃意見其情意之深厚,乃意見其情意之深厚,乃意見其情意之深厚。 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一不主張,死後有靈魂之存在。 永存不善的靈魂 永存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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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之身厭之死 死後的事 身分 大體上如此 不主張,死後有靈魂之存在,但極重視藏寧之禮,因此來生死皆一種純真情感的表現,即空之所謂之人心人道。 此後,人士,一知道的方法。 從死後一定有靈魂上來說的。 是從人對於人的一種追念情感上來說的, 純淵眼 legisl無法嚴重 吵與人有靈魂上 其實有靈魂的動作, 徵與人有靈魂的動作 是無法以上的動作 有靈魂有靈魂的動作 有靈魂有獨生 有靈魂的動作 有靈魂有靈魂的動作 有靈魂有靈魂有靈魂,有靈魂有靈魂的動作 《鬼神論》 是純舊情感上來講的 先秦未必是如此 不過李開河浴裡頭 從頭到尾 明公中《鬼神》 《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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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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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能常以交孝,導達人類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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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avy為生命的正義 孔能常以交孝,導達人類之人性 宗孝之心 今天這間偶然 宗孝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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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歸盲 意義很充分 心裡很安靜、踏實 諸位 常常看我來的 剛進來的那些喜好 我就是每天衝到黃道丸 姐姐衝到一瓦 但是 內心很安定 很充實 有一種 生成一種喜對 教肖 導達人類之人性 聽懂意思吧 人一定要懂得 一種 要有所愛 人不知道有所愛 真是無聊 網路上PO一些 各種各種有的沒的 希望人家注意自己 我講白了就只有一句話 他希望別人注意他 一看你就知道 你都出不了 希望引起 寫成這個 寫成這個 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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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網絡 人類之人心 除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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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公尺 打到最後 太太申請 加暴令 一百公尺內 不讓他接近 但因為有三個小孩 沒有辦法 小王偉在跟你說 為什麼講 沒有辦法 最後就跟跟合出來 到最後有一點點難得受不了 在太太上班時 拿到一起殺人 最後 沒死 律師跟他講 說 你現在沒死 你不會判太重的東西 他非常非常難 我以為我終於結束了 這一個可怕的 我以為我終於結束了 這一切 沒想到沒有結束 他被徹底的覺得 被disgress 是 我以為我 是 太太說 disgrac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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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教導達人之之人心 土地、國家、文化 很深的情感 聖宗最遠離得最歸後 聖宗最遠離得最歸後 聖宗之理 乃孝道之最後表現 對死者能盡我之真情 但死者事物實際之可等 生者亦無報仇之可其 難見情亦之真 於死者喪手不忍 其於生人可知 聖宗最遠離得最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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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不親去 族間的文物之所在 以前人的作法 以前人是絕不親去 祭祀之旅 祭祀之禮 他很不願意在情感下 絕不清去 我的親人、家人都在這裡 我不願意離去 這是我孫命的這個原因 順宗最原名 這樣名德自然歸後 那這個後子怎麼講呢 前先生講得很清楚 因為他 這種事情 是一種純粹情感 不夾雜公立心的 這個是該有的生情厚利 對於死者如此 對於聖人更難 確實如此 那我們現在呢 往往對於喪禮都很簡單 對於祭古都快沒有了 會很少 這個名德歸伯矣 名德歸伯矣 這個大家自然就知道 那我先講的這裡 大概有個問題 問 謝謝 內心裡 什麼 能夠 死掉 也那他不敢 真的不要 那個人 沈克萊斯 是從人來想的意思 不完全說沒有 那 所以以前人 儒家對於這個事件的態度 啊 他回了很有趣的一點 他的出發點 是一種 情感 可是他也不好說 是一定有沒有鬼神 傾向一定會有 但也不一定說是有 如果說是一定有的時候 這個態度不同 他的整個的那個 祭祀的這個禮儀 就會當作他是一定有的這個方式 那麼 要怎麼說呢 就牽涉到譬如說 假如一定有 那到底在哪裡 是在地獄還是天堂 法事呢 這地獄都來了 那 這一個 儒家不這麼說 所以確實是從一種 情感出發 但他也不能說一定有 或者沒有 這樣 讓人心安 讓人心安 因為你很懷念 所以 自從這種懷念出發 你要沒有這個懷念 他也就無所謂心不心 有問題 可以試試問 有問題 可以試試問 有問題可以試試問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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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 天地 各有幾位一份 前些人 《英賬風水》 《賢復風水》 《英賬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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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 《不惠後》 《人生》 《信》 在天之靈 主要是靈不安的 主要是靈不安的 為之生焉之死 一句話說盡了 從原故以來 這些種種習慣 傾向於認為 人死後還是有靈 靈到底怎麼樣呢 所以總希望能夠安 主要是靈是靈 靈是靈能的 靈是靈來自習慣 和平衡 也沒有靈有靈 分矣 主席 就他情感上來講,順忠追願,明得歸後瑜。 就,死後之,是不是有靈魂鬼神?眾說奮運。 是介於若有,若無之間。 人倾向於認為,人死後是有靈魂。 但什麼樣也說不清嗎? 也是介於若有若無之間。 《喪禮記》裡頭,有沒有影響?當然有影響。 《喪禮記》三禮,就知道。 《喪禮記》三禮,也有影響。 《喪禮記》三禮,也有感覺。 諸位如果一旦碰到七年婚禮,過世立刻會碰到這個問題。 《喪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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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宗排位 一兩年 慢慢心裡慘 這是很自然 你總覺得他沒有 就這樣就準確 所以同意思吧 我覺得這是人情自然 至於你說我那個時候相不相信有鬼神 其實我那時候不太相信有鬼神 我哥過世的時候 我那時候才二十五歲 我不是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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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歲前後 二十四歲 快二十四歲 我那時候不太相信有鬼神 可是依然那麼知道 所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知道我的意思 大概怎麼可以 所以 曾子曰 盛中追遠離得歸後 而重視喪禮跟祭禮明德會歸後 不僅是明德歸後 而且大家的生命有安頓 而重視喪禮跟祭禮明德會歸後 不僅是明德歸後 而且大家的生命有安頓 可是會造成兩種不同的意思 可是會造成兩種不同的意思 大家自己做一個選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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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這個故事啊 去慢慢地 就是凝覆那個 他們對他們的心情 所以也是 我們都這樣重視 這些技能 有些時候 我們就要多重視 我們就要多重視 我們就說 英會影響國也會影響 互相影響 好比 你喜歡知識去讀書 你讀了書 會更產生知識 有可能因此 而更釋放你去讀書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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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宗雖遠明德歸後矣 聖宗雖遠明德歸後矣 照真子這句話意思來講 如果重視喪禮跟其 明德歸後 他自然會聖宗追遠 明德歸後 他自然會聖宗追遠 他自然會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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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但次出現於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他自然會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此前不知、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聖宗雖遠明德歸後 風水 可見 在經典唱 這條很重要 論語裡頭選 我們重視喪禮跟祭禮的根本原因 是因為要鼓勵大家之間要有一種真情、真意、深情、厚義 違背這個的,就不是喪禮、祭禮該有的意思 風水 如果只是為了保佑我自己或為了子孫 功益算盡 風水 風水 水侵擾了 蟲咬了 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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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避應的,當然第一個避應他自己 我以為是說他避應他的子孫 就是他自己選擇他自己要葬在哪邊 自己選啊 不不,這裡講的是說 當然是後代替前仁辦 自己選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自己選就還OK 你自己選說避應子孫的話 這就不屬於聖宗追遠的問題 你不是在聖宗嘛 聖宗追遠是就子女講才有所謂聖宗追遠 我替我自己選他什麼聖宗追遠 是吧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老師剛剛講到 其實老師有提到 其實在現代社會裡頭啊 其實我覺得聖宗追遠這一塊 好像都很多 那尤其像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其實從來沒有學小郭幕 也因為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小時候我媽媽就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他們大理就做得好 所以甚至有爺爺奶奶他們過世了 都是大人一手包辦 那所以像我這一輩 就是我這一輩也幾乎完全都沒有 就是我們可能會去會場擊敗 那有穿那種衣服 然後去餐 去管理一下 然後去結束 然後擊敗幾乎都非常上去 那是父母常常在注意 那想請問說 第一個問題是 像我們這樣子的話 是一定要怎麼辦呢 就是從來其實都沒有經驗過 那第二個就是其實 還有就是現在的喪葬啊 像父母那一輩的 所以雖然有時候聽媽媽都會說什麼 有什麼東西要注意的 但是其實我根本就記不住 那而且我發現 近幾年來都有越來越多的趨勢 是就交給葬立社裡做的 所以這樣子 就是這種交給這種葬立社的 我自己是覺得他們有點商業化 然後可能比較自私化的方式 也可以算是一種慎重追願 是這樣 重點是在於 盡心盡力 那麼 古人辦商禮 也不是一個人辦 古人是整個家族 一個人辦 所以辦商禮的時候 是很多人來幫忙 甚至於全村人來幫忙 所以它是一個 長期的一個團體性的這種作為 一個人沒法辦 也是有人幫忙 那你在那一個賞玉裡頭 你盡心盡力 你做你該做的事 現在人辦商禮 很難不找商禮 那你在找商禮 那你就必須很順重 很用心 不是說 我就對個商禮 我到時候出事一下 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團體 才幫助你辦 當然你很難不找 我只有四個字叫 盡心盡力 用了心 這個就彼此才能與心 我們現代人,包括不讓子女,參加這些事情, 其實整個傳統的一個親緣關係快要瓦解。 親緣關係快要瓦解, 那如果你有新的方法, 人生能夠安退也可以。 瓦解是安中不了。 大家又在說這樣, 結果人生就變得空虛、寂寞、無聊、不安了。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文明, 這個文化幾千年來, 人生的安鎮是靠這個親緣團體的。 這個親緣團體不能夠瓦解, 它可以現代化。 現代化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家的形態變, 我們常說, 現在是家庭小,社會大, 因著社會變成我們一個大的家庭。 我們中間朋友的關係擴大, 親戚的關係減少, 因此朋友這一部分的重要性能增加, 可是你依然必須建立一種比較深厚的親緣朋友的關係, 生命才有所安鎮。 我們在世人有所愛的一個同事, 他。 現在, 你來聽到地點他 punto叫錢。 你去證實, 你去證實。 你說要了, 你知道自己的一個, 你去證實。 你去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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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都吃藥 子女都吃藥 無限的選擇 無限的分化 知識無限的分化 娛樂無限的分化 手機的樣子不斷的分化 一樣的道理 每個人成本越來分化 人對人是越來越難以合在一起 越來越個體化的結果 見到越來越難以合 宣傳的可謂 一對 看對的也 兩者有互生 一對 看對的也 兩者有互生 兩者有互生 真是一對 一對 絕大不分人厭這個命 聖宗最願 聖宗最願 国家的意義、仁理、价值 全體崩溃 那уб智浩 全不信教 那這個時代也不太可能 所以一定必須要恢復 對於性感談體的重視 答題是要這樣 老師,我對今天的老師也出了很多問題 就是說老師說 正中視遠離更為後遠 今天是一個明的對國 因為大家就不相信我對面 可是我感覺不太對 因為我見我多小時候 多小回之後 這一段時候 我是很有過敏感 因為我家裡面是 從小就是祭祀、掃墨 這些都是尋常的事情 然後是懸下的導動 都要去動你的 所以我覺得 我躲到這一條的時候 我倒是說 今天是您的對國上隱間隙 紀律劍略 我怎麼覺得 跟我們這些生命經驗 是有很大的距離 我覺得這個我很很過敏 你是例外的不明白嗎 還有一個問題是 老師說 民間重視同學 如果是好,我只說要是很公立 可是我覺得 我在我家鄉那邊 加上我家鄉那邊 很多也會做自從住宿 做到常常 因為我子孫行這一類的話 可是我覺得 然後呢 住到風水 也是為了保留出來子孫 可以被黃村打之類 可是我覺得我家鄉的家 風一點都比較多 反正很尊厚 那兩方都很強 好 那兩方都很強 好 像你們家這樣子 還經常種子 喪禮祭禮 在今天恐怕是 尤其像年輕人 剛剛前衛同學不是還問了嗎 就都不怎麼去了 我所知道的是 越來越過了 你恐怕是例外 這也比較能夠解釋說 譬如說 在我來看 其實 你在同學當中 是 比較不從 比較特別 就是有一些成長 對你不一樣 你這樣講會比較明白 那 那 那 整個是未來講 當然是我所說的 大概越來不重 是通最遠 不能以你個人的經驗為例 大部分人不這樣 大部分人 這個應該也不需要太解釋 大部分人 越來越不重視深風水眼 這是 打開泡子 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整個社會 是如此 因此 都是社會 迷得 就歸薄啦 那 風水的事情 是這個樣子的 我剛才也 說 有兩個方便 一種是說 如果說 我重視風水 是希望保佑我 自己 飛黃騰達 或者我的子孫飛黃騰達 或者我的子孫飛黃騰達 這 這個 不是真正的後 這 當然是有公義之心 嘛 這 當然是有公義之心嘛 但是如果說 你覺得重視風水 讓祖先能夠安頓的話 那 這還是一種後道 對 那 至於 祖孫常幼子孫 那 這 就是 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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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還有問題 可以繼續問 嗎 嗯 所以 要實現起來 這裡問題很多的 所以 還 還 對 人家常說 祖上有積德 所以 是不是 祖先的一些好的德性 會轉到 子孫的福氣上 以前 這麼相信 確實如此 以前 以前 也希望 自己的德 會影響到 後代 這種德 可以分兩方面 一種 是 就是 我們 不牽涉到鬼神的 那麼 一種是 牽涉到鬼神的 不牽涉到鬼神的 不牽涉到鬼神的 事實上 我們 張開眼都看得到 有些語言 好善樂師 著重 家訓家規 家裡 家裡 做什麼事情 都講道理 那 當然 這個德 就會影響到子孫 子孫出來 那 我們每一個人 都深受我們家庭的影響 沒有不深受的 所以 以前 非常看重 生家出生 祖宗基德 《聖宗 medhofin》 《聖宗 遙遠》 《聖宗?遙遠》 《聖宗》遙遠 以信鬼神也好,不信鬼神也好,都成立。 聖宗追遠明德歸後,就他的本意正義看,牽者太多的事情,譬如祖宗益德,保佑子孫。 聖宗長幼子孫賢, 聖宗長幼子孫賢, 就是像我家兄弟姐妹的 直接在合作家裡 她那個就沒有在安慰的主心 而且還會家裡的房間 那這樣就不能歸後 因為其實我從日後來講過 會常常跟小孩子講說 如果女外婆人在 一定說你這樣子很乖很發生 就是常常會 還是會自動的會想念到她 然後也會在那場裡面 會想到她 然後她如果在她 會想到她 那這樣的 是不是合體態 然後 所以還沒有 經過這些問的 具體 這個 是這樣子的 就是 立牌安排位 這個事情 現在不是家家都做得到 尤其 因為 你剛才講的 是外婆 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女生女方也不方便 在家裡 替自己的父母安排位 因為民間的習俗的問題 可能 你們家裡的男生 又都在國外 這是沒辦法 ıs 這樣 沒辦法 那 有辦法 就是 婚禱 從家裡沒有牌, 我後來就經過世了, 就心裡很難過, 這就是主動力的牌, 在我父親的同意下, 我去年, 後來就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 放了家裡, 我每天拜, 每天住到, 我不一定是要降, 但是我每公都住到, 天天住到, 這不一樣啊, 天天住到的, 心就不一樣啊, 心就不一樣啊, 就有祖先在, 心就不一樣啊, 古人是這樣子的, 天天住到的, 那以前是不准拜這個天地的, 就是因為只有天子能夠拜, 後來這個, 因為不斷的時代的變化, 到民間是, 天地君清師, 天地君清師, 立天地君清師之位, 天地君清師之位, 立天地君清師之位, 天地君清師之位, 天地君清師之位, 住口chi, 天地君靜, 東天耶, 天地君清師, 《天地精精師》 你聖宗追也,名德歸後。 你不聖宗追也,名德難以歸後。 他曖昌師俗, 如果我曾經過去的親人都不追念的話,那剩什麼呢? 只剩下自己啦, 其實那裡是一種悲哀嘛, 是不是? 他沒有問題可以問, 就像我家裡有祖先排位啦, 但是我每次看到他就覺得很陌生, 然後我也不曉得自己跟他那樣子的觀點, 當然知道我有這樣祖先才有自己, 可是每次, 因為當然會有習俗要拜一拜, 固定什麼時間, 每年什麼節, 然後要拜祖先, 那就是香拿起來這樣拜一拜, 可是好像跟他就沒有什麼情感, 然後也不曉得他當初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非常的陌生, 那這樣子狀態要怎麼樣去追遠, 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很不曉得怎麼樣做的事情, 你第一是自己要發這個心啦, 客觀上我想大家都明白說, 我們的生命來自於父母, 來自於這個家庭, 來自於我們祖先, 對吧? 客觀上大家都沒有, 我們今天很有趣喔, 我們今天那晚, 教大家愛鄉土啊, 愛社會啊, 這時候教大家愛自己的這個家庭, 祖先, 你自己的家庭主人都不愛你, 為愛鄉土有多大的心啊, 我也很懷疑, 這是一件事, 腊塞辯, , washerntn, 從 business, 你自己的家庭主人都不愛你, 所以你是侱蕩那 untersch!" 你自己的仲人都不愛你, 心oot��地欸侵宿 Tesla's 聼彩挑戰, 在我面子大衹的共同之大衣, 家,家,家都一樣。 有了家就,蘇, there are 外神是家,家 spy 子羹 師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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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匾 上不接傳統,下不接真正的現代,拍拍蕩蕩在中間。 這麽我 gars的事實都稱為是假嗎? 他買 none 這是假的 只是假的 anf 觸對 自己的家族 是 他媽的 而 從大學考年考,父母也不讓子女參與這個事情。 各位先生,我講的這些的前提,不是一個教教化的,我是講白點,就是針對目前的過於疏離的,人情慢慢越來越淡薄的,原子化的,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的形態。 原子化的根源,原子化的個人施略其他人說,有啊,不一定都是走祖宗祭祀,這一條路是有的。 西方人,大概普遍的公論,就是,他們最後沒有其他路,就是新教。 很慘,否則沒法理。 聽懂意思吧? 那,我們東方人的這個宗教傳統,但,我們幾千年這個傳統。 這個,面對新時代的文明的問題,我更覺得需要更多。 這次是獨立歷史的文革。 我們一句子也是達成的文革,但是,我們寫得真點! 當時代文革,是建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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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建議全民革,是建議的文革。 他必然現代化 基本的理督 聖宗追遠迷德偶 有些感性的接觸 然後所以他死的時候 不會就是發自自然就會對他的感情 對 但如果你在生的時候就 現在均衡他是剛剛的意思說 他覺得他對他的理性是沒有關係 沒有感情 但是假設我 像我的狀況是 假設我就對我的上上一輩 譬如說我父母那一輩 我不只是沒有感情 我甚至對他們非常有意見 那非常有意見 那這個時候 說實在齁 我弟現在 以我現在的修為 我覺得我 他們去一次 我一定不會再這樣 他們這樣擺位 對啊 就是可 就是我就是 對啊 我覺得 我可以 我可以同期他們在那個時代 這樣子做 但是我覺得 剛好沒有感情 所以這樣去做 會不會有點勉強 自己把沒有失去的那種 真情真意 一切事情必須處之於真心真意 一切事情必須處之於真心真意 這是一個前提 有一個有問題 對於人 對於你這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仙 這一個追思應該不困難 那對於我父母的感情 這一個有問題 這個也沒有問題 那中間 可能在對於某一代 或者某一個親人 就說 在異入所 給你 就這樣 有問題 有問題的這一部分,你就自己急慢慢來體會。 這種情況,事實上,會碰到。 那麼,以前大家聽,也有很多種種的這種問題。 兩楊之間,兩楊之間。 我一直也沒有很坦白。 一方面來講,整個事情都能到處於真心真意。 不是真意真意的東西,只是放在臉上,才打的意思。 一方面來講,因為主父母跟我們是盡情的。 即使有這麽深重的矛盾,能查及的痛苦。 他依然是一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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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要先去處理疏问。 你可能會 covet於十一部分。 你可能會亦明白,就開始要是。 啊。 該怎麼走? 真主父母 能放進去 看該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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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所以 排位歸排位 因為排位不是一滴血 把每個人都寫上去 但是 這個生命是一個整體的東西 好 我們休息一下